大家好,又来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欢迎大家观看树的研究为您呈现的水平视频 这个视频讲的是这个炭锅和这个烟锅怎么使用 主要是讲这个炭锅怎么使用 这个炭锅因为它是金属的 那么首先它需要在炭炉上面略微加热 不能加它太猛,加它太猛的话它会烧溶 只能在边上靠一靠,温度差不多了就好了 那例如说这样炭已经好了是吧 你就可以放一放 反正你可以秀一秀,然后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再放炎料好吗 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抽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 我给大家试抽的是Shirt Barrier的 然后你看它这个胭脂有点漏了 所以呢,我就有理由可以自己给自己抽了 那你看我的烟锅是这么放的 你看炎料是这么放的 你看这个高度 你看这个高度 黏炎了这样子的 其实没放多少 大概放了三分之一的烟料 好,现在把烟锅 把我们的炭格克劳克的磨砂的放在这个烟锅上面 然后就可以开始抽了 那么这个时间也是要等大概两三分钟 如果你不想等 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吸烟器去注吸 注吸到烟雾量 你看这边还可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抽了 那么一开始它的烟雾量其实不会很大 它要再等再等再等 大概到十分钟左右的时候 它的烟雾量会去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我给大家抽一下 那其实烟雾量不是很大 那大家肯定想看一下我本人了 对吧 其实觉得出烟还是可以的 然后不呛不晕 我觉得这个烟锅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使用的时候有很多小细节 因为它不像锡子那样 你可以说放上炭以后一分钟之内 它马上就会出烟 它还是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 首先烟锅它需要加热一阵子 让它热一点 就是烫格需要加热一阵子 另外呢就是烫放上去以后 放在烟锅上以后 你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然后它才能出烟 但是啊 当它出烟开始出烟以后 它持续的时间 会比你放锡子持续的时间更长 因为本身那个烫格 它就起到了那种保温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你看这个烫格 它其实本身就是在保温的 就是说它通过这种方式呢 它的燃烧时间会比一般的长出 百分之一百五 就是可能有一点五倍到两倍 本身这个炭如果能烧两个小时 它可能能超三个小时这样子 你看这烫物量相当的大 好 OK 持续的时间特别的久 另外一点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特别特别的通气 特别好 相当好 好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烟过 周面比较乱 周面比较乱 大家这个 见谅一下 我们聚焦一下 光线好像不太好 不管是什么样的角度出烟量都是相当不错的 特别特别的好 大家可以去买一个来试一下 好感谢大家观看苏联就为你呈现的手机视频 拜拜再见 好感谢